小姑娘 看你年纪轻轻的 脾气倒是不小 知不知道我是谁啊 你是谁 重要吗 你胆子挺大呀 进来局子还不知悔改 就不怕本局 审讯室的门突然被人从外面 大力推开 谁呀 不知道敲门吗 刚说完 门口两道逆光的身影 已经大不流行的闯了进来 老费 你怎么回来了 我要是不回来 你是不是还打算继续在局里面做威作福啊 话可不能乱说呀 老费 我这么做 可是有原因的 张乐山 你他妈自求多福吧 他神色缓和了几分 这才俯身看着李翘 翘翘啊 没事吧 干爹来晚了 让你受委屈了 是有点晚 我差点以为你老退休了 张乐山 接下来 就麻烦你跟这位眼黄的云总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强行扣留我家李翘 几分钟后 李翘姿态闲适的坐在局长办公室 今天的事 麻烦干爹帮我保密 保密没问题 但跟你干爹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顺来话长 以后有机会再告诉您 刘云怎么会跟你一起过来 废直红无奈地挫了下脑门 便开始叙叙叨叨地解释 其实他今天 的确要去临省公出 结果 就在机场候机的时候 接到了刘云的电话 废局长 你们警察局抓了我们的人 废直红差点当场死亡 连忙从机场 一路飙车赶回了警局 哦 这样啊 对了 跟你一起进来那五个人 如果按照绑架定罪的话 不存在绑架 只是一场误会 其他四个放走 李少全 先关着吧 废直红了然点点头 刚要说话 就见李翘站起身要走 你去哪儿啊 要不要 晚上和干爹吃个饭 给你压压惊 不了 我还有事 警局门外 李小姐 老大还等您呢 请上车 九村私人会所 爷爷 久等了 不算久 怎么不问我 为什么没去 这么点小事 不值得你亲自出面 飞之红是你干爹 嗯 对 七岁的时候被绑架过 当时是他带队 把我救出来 我爸觉得 他是我的再生父母 所以就认了亲 绑匪呢 当场击毙 不多时 身后再次响起 引擎的声音 李小回眸 就见邱环甩上车门 雾里匆匆的 往这边走来 给个机会 听我解释行不行 需要我回避吗 不用 正好一起听听 他是怎么让副局长在警局针对你的 邱环瞬间腿软 想跪 张乐山 你这个自作主张的大傻叉 我看你这个人吗 谢谢你 不要 让我来 请不许多人吗 我先带你